当我见到耶稣这么接纳 那么多人的时候 他心里非常感恩 在美国的基督徒 很多时候不懂得感谢 因为我们有的一切 觉得是必然的 看到爸爸妈妈对我们好 也是必然的 有学校也是必然的 当我没有的时候就埋怨 我有一次在三藩市 在一个晚上 很偶然的机会 我遇到一个以前我在中学的时候 黄仁书院的同学 他曾经在碧球队里面 他没有参加比赛 但他参加碧球队的 我突然间 我又来到美国 他又不知道 他来到美国我又不知道 我在走着马路 在路边走 突然间他停在路 然后走出来的是他 你猜他做什么呢 他猜他说三藩市真是坏了 三藩市真是又多车又烦 开车真是很麻烦 一路一路是这样埋怨 我就很奇怪 为何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多年 你看到我忽然间 你看到你会投诉埋怨呢 就是我们去 很多人就是 很多东西好的 就不懂得数那些好的东西 而是懂得数不好的东西 这个女人呢 她就很多不好的东西 其实她一定 必然有很多人对她不好的东西 但是她有一个感恩的心 她就见到耶稣 她觉得耶稣很好 她就为耶稣预备了很珍贵的香膏 来到高耶稣 她是很 因为耶稣的爱 而很大的感动 我们一起读一读这个经文 去想一下 耶稣 你真是很大的爱 而这个女人很大的反应 希望我们都像这个女人这样 对耶稣有反应 如果你对耶稣有反应 你必然会经历神的爱 你想到耶稣的爱 你就会一定 你整天都说 感谢耶稣 多谢耶稣 你整天都会经历祂的爱 这里呢 就讲到前面那里 我们不读了 就是讲到有个女人来到 她就 在耶稣的脚边哭 她眼泪濕了耶稣的脚 她就用自己头发擦干 然后又亲她的嘴 将香膏抹上 当时有西门 是那个人的家 她就不抵抗 她说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女人 她心里面 那时候那些法利塞人 其实是 那些法利塞人就说 心里面说 你知不知道 这个是什么女人 但是耶稣 就叫西门来 问她一个问题 我们四十节 四十节开始 我们一起读一下 耶稣对她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夫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祭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的不错 于是转过来 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 我尽了你的家 你没有吸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骨住的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他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他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值的人 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OK 我到这里 好了 大家可以看着我 这个经文 就是讲到一班人 是宗教的人 就是那些法律创人 宗教的人 他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很多的规条 很多的规则 但他看不到就是那种感激的心 他看不到这个女人 他真的很感激耶稣 他看到耶稣的恩典很大 他就在耶稣在旁边哭 他们在哭什么 在哭什么呢 你看到很多人经历圣灵 他们会哭 因为他们真的感受到耶稣的爱 你说我感受不到 你感受不到 你就多一点 就是由早到早晚 不断整天感激神 其实你祈祷第一点开始 就可以整天多谢神 你一路走路 多谢主耶稣给我有东西 多谢每一口都这么好吃 就是每一样东西 多谢耶稣 我有衣服 我有衣柜 可以放衣服 我有床可以睡 你有床可以睡 你知道有些人 在菲律宾那里 没有床的 在街边 稍微高点的地方睡 整天都会浸水 有时下雨 他在街边 埋边睡 可能睡觉时有水滴下来 或者有时大水 也不是滴下来 直接淋到湿了 都是要在那里睡 我看到有两个人 就在车顶 那里睡 可能车开完就暖 或者平面 一个大平面 就躺在那里 就是很多人 不是真的有床 可以睡觉 在印度的街边 也在那里睡觉 所以我们有这一切 我们就多谢神给我们一切 耶稣最大的恩典 就是给我们整个生命很丰盛 可以有喜乐 有平安 有力量 整个人开心 并且在我们生命有计划 并且将来有天堂 当你去到天堂的时候 你说 哇 神啊我真的好 我现在才发现 原来有这么多东西 我以前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 我就把同学 我的朋友 我的爸爸妈妈 一定你要来 我希望大家都会有这个心 耶稣这么好 我希望我所有 懂得的人都能够去得到 因为我们感谢神的心 有很重要的是 我们不配 不配 这一切是不配 这个女人就觉得她不配 有时候我们觉得是应份 我以前在教会里面 做了一个补习班 我车那些小朋友 我全部都教她 说Thank you 我教她说Thank you 不是说她说Thank you 我就会觉得很舒服 我车完她 就很舒服 而是我要她学会Thank you 无论哪个车她 她都要学会多谢 其中有一个女孩 她就跟我反应 她说 为什么我要say thank you 我给了钱 我说你给了钱 都应该学会Thank you 而且每一件事 不是你必然有 她说我妈妈教我 我是deserve everything 我跟她说 我说你不是deserve everything 每一件事都是人给你的 其实我们数一下 我们有哪一件事 不是人给你的 你出生的时候 你有什么 全部都是人给你的 你不是一定要deserve 一定得到的 当你整天想着 deserve 我一定要得到这些 的时候 你就会很生气 哎呀 那个人又做这件事 那个人又做这件事 那个人又跟我说这件事 那我就很不开心 如果你这样数一下 你整天都说我deserve 人家这样对我好 尊重我 你就会很失望 但我就不会这样想的 人家对我不好 我就说 OK 必然的了 上班也是这样的 就由他了 他是这样就由他了 如果有个人很欢喜见到我 我觉得是感谢 那天不欢喜见到我 我就说OK 就是这样的了 那我就学会接受 就不要让他影响到我了 我们要学 没有一件事是 真的必然的 是don'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一定有的 所以你能够打开眼 看到你自己的样子 你感谢神 你有对眼 眼睛可以传神 神做的眼很特别 不只是看到东西 眼睛可以看到感情 在人的眼睛有很多种感情 感情不要只想着 只是男女 两个男 一个男看着女 看得很紫 不是的 很多日常的感情 很多眼睛的传神 譬如有时候 老师问你明不明白 你的眼睛 或者我问你明不明白 那些眼睛 告诉我明不明白 那些眼睛 就是眼睛传神 就是很少很少的事 我们都有眼睛 我们眼睛的表达 实在是多到不得了 就是很多很多表达方式 我们感谢神 这个女人 她就懂得感谢 我们可以看这张纸 说到 耶稣有个比喻 她有一个债主 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很多钱 五十两元 一个欠五两元 两个都没有钱还 主人 主人是不是一定要免了他的债 不是的 但主人选择这样做 当他免了他的债的时候 谁更加爱他呢 西门就说 谁说 那个欠他多个 就会更加爱他 所以有些人 你见到他 他本来是犯罪的人 有一个人叫做 Nicky Cruz Nicky Cruz 是什么呢 曾经很出名的基督徒 他以前是一个罪犯 是一个黑社会头子 他就有一个人来传福音 去到地区传福音 他们一程就挑战他 但有一次在他聚会 他就信了耶稣 这个Nicky Cruz 他带上他黑社会的人 去信耶稣 当他信耶稣之后 他就继续向黑社会的人去传道 他就很感谢神 他本身他这么多罪 他不配得的 神会救他 告证 医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